常吃花生能养生 研究表明啊 这个花生呢 能让人的血管更健康 那怎样吃才是正确的呢 花生呢又叫长寿果 要是同源 是一个很不错的养生家品 吃对了花生 不仅能够养脾胃 还能够给你的血管呢 洗洗澡 这里说一个例子 我们这呢 有一个老大爷 年轻的时候呢 坏习惯比较多 胡吃海塞 上了年纪呢 高血压呀 高血脂呀 等全部都找上了门 现在没事了 总觉得说应该搞一点养生 听人家说这个花生有用 就买了一大堆干的吃 他觉得难以下咽呢 就炒着吃 吃的还很多 吃的香喷喷的 结果猛的吃了一个多月呢 这个血压血脂呢 不甘没降 还差点得了脑梗 气得他这个再也不吃花生了 当然这倒不是说 完全吃花生的作用 就说他这种吃法是不对的 其实我们说这个花生呢 他没错 就是他这种吃法不行 这个花生本身的脂肪和热量呢 都很高 如果他再炒着吃 再加上他不控制量 加上他本身呢 这个身体就有异常 所以说呢 才会导致这个病情加重 那这个花生到底怎么吃呢 我们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 要控制量 每天呢 食用一小把 既能满足对身体的营养需求 又能不给身体带来负担 第二个呢 食用的方式也很重要 如果说对脾胃虚弱的人呢 最好煮一下 或者拿它来炖汤 熬粥 这样的更容易消化 第三呢 要看这个人的体质 如果说是这个血质高 尿酸高 有慢性肾病 那就算再嘴馋 也尽量的少吃 因为我们知道 花生呢 也属于大颗粒蛋白 好了 今天呢 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接着讲 如果说你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